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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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上次我们谈到了这个 如果说这个函数是1 to 1 那它连续 则它的反函数会连续 然后呢 如果它可为则呢 它的反函数呢不是谁到处可为 OK 它只在哪些点上可为 学律不为0的那个对应点 学律不为0是F的 并不是反函数的 是学律那些不为0的时候 对吧 然后呢 对应到反函数上有一个点 那一个点会可为 然后呢 这是我们上次谈过 虽然后来没有写在那个黑板上 但是你自己要在笔记上自己去补 我口语上讲的部分 那既然如此 但它的邪律 也就是它的一阶微分不为0的时候 然后你把它送到反函数去的时候呢 那那些反函数在那一点是可为的 OK 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呢 诺这个F'不为0 是 则呢 它的反函数在 它的反函数呢 is differentiable at 它的对应过来的点 那那一点是多少 那一点是多少 那一点是多少 这个部分是你自己要再去 去 那个控制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开始学控制了 在那边是X 对吧 你怎么样把它送到反函数上来呢 那是透过 这边是X 对吧 然后呢 你是怎么样透过 你怎么样把它送到反函数来呢 那是透过F 这个地方是F的定义域 这个地方是它反函数的定义域 对吧 所以你怎么样把这个点送到 得到它在反函数上的对应点呢 OK 那你就要看你怎么样把它送过来 那你是透过F送过来 所以送过来的这个点叫做 就是F of X 所以这个F of X呢 这个时候它是1 to 1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把它送到 所以这个点F of X 对吧 OK 在这个地方透过这个反函数呢 OK 我们事实上是把它送到X 对吧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点叫做 这变数 这边的变数叫做X 对吧 这边的X跟那边的X是不一样的 只要呢 我送过来的这个点叫做F inverse of X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去想我怎么送 总而言之呢 所以这个函数 is 如果在 所以它如果这个点它的微分不为0 只要我们知道送过来的这个点F of X呢 这个反函数在这个点上也会可为 所以这个结论是它Differentiable at F of X 这个地方你要自己去哪里 它不会告诉你的 所以你知道它微分不为0 在对应点上会可为 那对应点是什么呢 那你就怎么样送 就是我刚刚在那边讨论的 那它对应上的点就是透过F过来 那是F of X 好 那现在question来了 那如果说它在这个点为0的时候 那它在这一点可为 那请问你这个函数 它的微分我必须要挂和 否则两个符号弄在一起 则它在这个点 它在这个点对吧 那个的取值为何 OK 或者我不要这样写 这样写我觉得 或者是说no 这个东西一般来讲你不会这样写 因为你的变数不会用F of X来表 你的变数会用 会用S来表 所以事实上你知道这个符号 绝非是你所要的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函数 它的变数还是叫做X 那它的微分为何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所以这个懂我在讲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 我们那个 我们不会这样表 我们会表辰X是多少 所以question 它在这点可为 那这边这个X为何 这边这边这个X呢 是反函数 这个X呢不是那个X 这个X是在 反函数它的domain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所以我到底怎么写的好 好吧 还是先估写用着F of X好了 等一下我们就来换好了 在这一点 the question 这样可能比较 就题目就那个内容来讲 可能比较顺 OK 然后呢这个 我们把这个算出来之后 才会在整个定理写下来 所以现在呢我怎么算它 那你别忘了 我们知道呢 这个反函数呢 合成这个函数F呢 这个原因是 第一个 你现在已经知道它可为了 所以反函数取值在F of X 这个点上的值字上是多少 X 就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我可以把这个式子做 对 X做为 为分 好 所以这个立方的为分 请为 因为我已经知道它可为了 对吧 OK 所以呢 然后我要问这个东西多少 但你别忘了 它的取值是为 X 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对它做为 为分 那请为 然后这是一个合成函数 所以你就是用圈入 OK 所以为分的部分 已经全讲过了 OK 你不能认在那里 你要去想 这是哪一个 我要用为分的哪一个函数 这显然是 两个函数凑在一起 这是合成函数 所以请为 f 函数的微分 代入 f 乘上里头的微 微分 那就是那个公式而已 只不过是用在这个合成而已 所以那个口诀 是绝对你可以到处带着走的 如果你不带口诀去命做题目 那我换一个题目 你那个题目上你是无法掌控的 所以这个东西会等于 一 谁会推得呢 我要算的这个反函数的微分 对吧 取值在 f of x 上 它的值会等于 f of x 的导数 所以这个是我后来的结 结论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是我后来的结论 OK 所以这个 定理 所以定理是这样说的 所以这个是 所以remark 现在我们有两种表法 第一个 一般来讲 OK 如果说你令 这个A呢 不是随便写的 不是我那个区间A 所以如果你令FA等于B 也就是呢 那边的取值是A 送过来得到的是值 叫做B 则呢 这个F F 它的反函数 F inverse 它的微分在B点的值 对吧 对吧 这个定义说 反函数的微分 事实上可以用原来的微分来表示 但它不是直接等于它 它是它的导 导数 然后呢 这个点呢 跟这个点不是取同 同点 而且它也不可能取同点 原因是它 它一个是定义 一个是对 对应 一个是定义 一个是值 所以这个点的取值呢 你要问我这点取值 那你要问我 那你要去找 这一点当初是从谁过来的 因为它是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F是在这里 那你说它的微分 可以用F的微分来表 然后表的方式是导数 然后呢 所以这个点不可能是F的点 对吧 那是哪一个点呢 那它就说 你就把这个点 对吧 拉回来 对吧 也就是你找 这个点是谁透过F送 过来的 那F of X当然是谁送过去的 那是F送过去 所以你就在这边找到 那个点 它送过来的时候是它 然后你在这一点 取它的微分值 不会取值 是取微分值 微分跟微分有关 然后它的导 导数 所以如果说呢 F送过来是V 对吧 则呢 这个反函数在V点的微分 对吧 会等于送过来那个点的 微分的导数 所以1分之F prime of A 所以这个告诉你 这两个是互相对应的 所以在V点的微分 会等于原来那一点的 微分的导数 所以这个是它的公式 然后呢 一般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不会这样做 然后如果说more over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一定会用这个函数 我们一般来讲常用的变数是 是X 不会是F of X 那这时候请问你 它的微分 当然也要用原来函数的微分来表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点呢 应该是它送过来那一点 对吧 请问你 这里谁送 谁把他送过来 这个其实刚刚已经谈过一次了 对吧 如果这边是 在 你还没想到 如果这边是X 对吧 谁送过来 你现在要的是这个位置 对吧 对吧 所以现在呢 你呢 不是把它拉回它 是把它送过去 用谁送过去 所以送过来这个点叫F inverse of X 所以这个地方取的就是 所以这个点要取直在 送过去那一点 对吧 谁 F inverse of X 然后这两个你要能够自 自如 也就是说当初它是原始这样写 可是一般来讲 OK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表法是承接这个表法 但是一般来讲函数不会用X 不会用其他一定用S来表 那你这个 你把它这边改变的时候 我这边要如何修正 但是你是用一个同一个想法 想法在做适当的修正 所以你抓的是这个想法 然后写什么呢 取决于你到底要处理这个还是处理这个 然后你自己把它E 它的方式带 带进去 那问题最重要就是你记得这个图形 你现在的点到底要在哪里取 懂吗 然后呢 你可以透过它给你的方式决定呢 这个是 如果给你这边F 这边当然就是X 对吧 如果我这边给的是X 你要拉到这边 那用过反 就用F inverse送过来 所以事实上呢 你怎么取一点 还是把这个图形放在脑子里 搭配这个的 这个的是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是推导出来的 所以你不会重新去推导 你会直接把它记在心上 所以这个公式是你要记 再交到那个图形之间的转换 那你就可以在1跟2上自如 Anyway 事实上这两个通通都很重要 Anyway 我们把最后的结果写下来 那我们在写结果的时候呢 可能只写一个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是常态上的写法 这个是如果你知道它的对 你是写这个写法比较容易BA 但是事实上 这不会是常态写法 常态写法应该是这 这一个 因为函数一般上用S表 所以你能够 你必须要能够用S表 能够自如 如果不行 那你一般的状况像 因为不管你写什么函数 F好 G也好 H也好 你都会用S来表 这是自然的问题 现在我还有一个反函数 为什么它不能用S表呢 传统上就是要用S表 但是你不会因为 这些人都写X 你都说这些S是一样的 你不会这样说 你会说这个X是F的定义率 这个X是G的定义率 对吧 你会有各自它的定 因为你这时候过去不会混乱 加上这个新函数 你也不会混乱 OK 你必须要能够延拓 而不是说 OK 我避免让我自己去延拓 我不要管它 OK 那你如果是这样 那你没有办法 原因是函数它一定要用S 所以新函数你要自己再延 延拓 所以过去你不会 但是你应该相信你自己过去你不会搞混 现在你也不会搞混 OK Anyway 然后所以底下呢 那个我们就把那个结果用一个定义写下来 想说这是一个函数 从I到R 那它是弯图1 弯图1是一定要讲的 同时它可为 可为是那个是我这边讲的 弯图1是我想考虑它的反函数 那如果说呢 OK A是I里头的某一个点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字眼就知道 A呢它不是我那个区间的端 端点 它只是用来当成我I里头的某一个点 你不要看到一咎说它是我区间的A点 那你完全不分式里 那个只是 谁说我的区间用AB表 不一定 所以你不要看到符号 就在那边半路认清晰认人了 OK 然后呢sertulate OK 我要考虑的是那个F inverse哪里可为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的对应点可为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条件 哪个条件 它送过去那个对应点会可为对吗 那有条件了对吗 就刚刚一开始讲过 那在这一点它的微分 所以a point of A它必须不为0 所以反而不是处处可为的 它只有在那个过来的的时候 然后它那些点上的微分布不为0 这是上次最后讲过的那个 那个我没有写在爱版上 你笔记如果没有写 这个部分的题材你就漏掉了 OK 你就会不懂为什么我需要加这个条件 我觉得你们笔记做的是不好的 因为我没有写你没有写 所以你笔记漏了很多 所以你们复习的时候少复习了很多 也就是你的其中考的成绩是 不是100分起跳的 是你复习那个部分起跳的 OK 折呢 结论是反函数isdifferentiableat 这个 那个为了方便起见呢 那个这个and let 这个 这时候如果它这个东西 所以我令fa等于b OK 再把它把它 把那个它的取值也放到它的条件里回去 所以这个函数isdifferentiableat 这时候你不会讲fa 那这时候你会讲b 同时呢 你已经说它可为 那它的微分多少呢 它的微分在b上的值就等于 不是导数 是微分的导数 你如果练成导数你会写成f的导数 是微分的导数 OK 当你在考试紧张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去细想那个东西翻 你如果练导数你就真的会写导数 你那时候不会在想 我明明是在讲微分啊 因为那时候太紧张了 所以你最好把口语一定要一开始就弄 弄对 不会因为你还要自己再去判断它或干嘛 总而言之你就是对的东西 不管不紧张 你就是会永远讲对的东西 所以是微分的导数 然后这是f'a1分之1 当然你不会取别的点 a跟b是一样的 好 然后这个时候一般来讲 我们传统上又有这样的表法 我们常常会用把y1来表f of x 所以这个note又是习惯性上另外的习惯的问题 所以假设这是1对1 那当然我必须假设它可为 如果我用y来表 那这时候呢 if we let 如果呢 我们用s表 反函数 也就是那我把y当成是我反函数的质变 质变数 那这时候 原来的质变数就是我反函数的取 取值 对吗 高中也用过这个表法 直接把变数款 好回去 所以如果你这边是s送过来叫y 那反回去的时候 有一个自动的变数取法 如果什么都不想 那就是y是我反函数的质变数 原来的x就变成是我的取值 所以它的取值就是x 这个是高中有这样的表 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表法并不 在函数的一般理论上并不常用 但是这个用法是取它的方便性 取那个直接返回去的方便性 但它不是函数一般来讲 它真正变数的取法 但是呢 过去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自然啊 直接返回去啊 但是anyway 这个只是取方便 那你反正你有一好你就有一坏 OK 这是一定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dy 我对这个ds对dy为分的时候 也就是呢 x是我的反反函数 那这个东西呢 OK 它就会等于原来函数的为 为分那就是d 原来函数叫y 所以就会是dydx 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是过去高中的描述方法 OK 所以它在这边讲的就是 这边是y对s的微分 就是f f现在用y表 所以f的微分就是y对s做微分 所以dsdy会变成y分之s的导数 它有如此一说anyway ok 那这是y这个过去你这个形式写出来的东西 没有大家为我其实一直在讲同样的东西对吧 只是不同的写 写法 我只是告诉你 所以呢你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不是你去记这个1这个2这个3 你其实发现不管你讲1也好讲2也好讲3也好 就是你用这个表法来讲你都是在做这 这件事所以如果呢你只记1及2及3 然后你不记这件事 然后呢我还有第四个形式出来的时候 那第四个形式显然跟这三个形式完全不不一样 你就完了 因为呢1 2 3没有办法导式 等我再讲什么 因为就形式再讲就是不同的形形式嘛 所以呢你真的要抓 是抓什么东西是你主要的东西是定理跟定义 不是那老师我只看你的例子 OK我用例子来理解这个 那你永远无法理解他 你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各位同学 谁说要做那么多题目 你本来就是抓住该抓的东西 但问题是现在你抓的东西不太对 对头 然后呢你只抓123老师这些现成例子 错错错错 OK我还有第四个形式的写法 OK那既然这样第四个形式 当然跟123形式是完全不不一样 如果你只记123不记那个东西 那你123无法推示 但是呢我怎么讲这么多 告诉你说如果我抓住他 OK我告诉你这个你发现你能写 我告诉你这个你发现你能写 我发现你这个依他而写 你还是写得出来 那第四个形式你写不写得出来 肯定可以 我都做出三个了 OK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一直在跟你们讲 可是你们重点不对 然后你在做笔记的时候该写的部分不写 然后你只抄我黑板所写的 那我讲解很多地方的概念你不管 然后那个是出处OK 出处你不要 那你只要记现成的例子 但是问题我当然不会考同样的东西 所以我会考第四个形式 那那时候你就毁了OK 等我在讲的时候 可是那第三个形式就是在证明说 记那个是绝对没有错的 OK 好 再来 这个章节讲完了 主要定理就是他 所以底下就是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大致上就把 我在这一门课讲的东西全部复习了一下 所以 所以这个例子呢有三个部分 OK 我要这个函数呢 定义在复拍跟拍 那我总共有三个小题 show that 好 1 2 3 然后我分三个来做 因为一个一个来做 所以先不要全写 你笔记上 反正你留该留的东西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我要证明这个东西是彎土丸 好 2分钟给你 快 也就是我这章节结束了 我现在帮你重新复习起来 然后呢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内容是什么 你到底抓的东西对不 对 好 这个证明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定义 也就是呢 你取s1跟s2落在复拍跟拍 使得呢 它的取值 一样 这高中一定有的一个 所以这个是se的取值 使得它取值一样 这是s2的取值 然后呢 你呢 想办法透过这个等式去证出se等于s2 那你可以发现好证吗 难证 这个东西 这个要推得 这个se等于s2 难 难推 所以这个题目说 不是这个定义没有记对 是难 你很难用定义去证 所以这个第一个定理说 这个基本上用 这个条题目用定义证很难 所以定义词行不通 这时候呢 你就要考虑定理了 好 法二 那你要用哪一个定理去证 它1 to 1 那你只有一个 地真跟地卷 因为我们说过 地真函数跟地卷函数一定可以 一定是1 1 to 1 好 如何证地真 如何证地卷 就是为分大于0或为分小于0 然后一定要全大于0或全小于0 然后呢如果它不是全大于0的话 那0点的部分要隔开去讨论 对吧 有些时候它不见得会很大于0 可能会有一定会出现小地方 等于的时候 这你要用上次我们讲的一个很小的技巧 你把它隔开 对吧 那隔开的那个点是 我不为不是大于0的地方 对吧 所以我在用 连续把它延拓到隔开的那个端点 端点上 我说过那个技巧是在你真正地真定义 非常非常常用 你没有它不可 可是很多同学事实上都忘掉我讲的就要 原因是我讲的就要不会在你的笔 笔记里 所以你碰到大于等于0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去处理等 等于0 你都是直接处理大于或等 等于0 等我在讲什么 庄政眼睛没有看到那个地方等于0 事实上无需如此 无需如此 你可以隔开 然后再用连续把它延拓 延拓过去 OK 好所以法二呢 我就去证它的微分 它的微分等于 请 1加sine x 然后你发现呢 你看 它会不会大于0 它会不会大于0 它不会恒大于0 它会大于或等于0 但是anyway它大于0 那个这个 它大于0 否这个x不等于二分之 欸不对 -二分之π 因为它是 OK 换句话说 它在-二分之π的时候 如果你的区间是-π到- 然后这是 然后你发现真正使我有问题的是-二分之π OK 所以它在这整块上 OK 包这个点 跟这个地方它会大于0 它会大于0 所以它在这个去-恒大于0的部分地-增 恒大于0的地方地-地增 可是呢 等我在讲什么 它在这一点没有地增 可是它插了这一点 如果它在这一点连续 所以我可以把它一个一个推 对啦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已经用在这个 真的用过很多 至少我课堂上用过很多次 OK 你自己在做题目用不用我不知道 OK 所以这个会影响大于0在这个 大于0在这个 所以它这个函数它会地增在哪里 在这个区间 因为你已经讲它大于0了 OK 然后它地增在这个区间 第一个区间它可以包-負-π也大于0 对吧 对吧 所以这个-π这个点要不要 然后呢-2π那个点要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目前你用的是大于0的定 定理 所以大于0则地-地增 可是这个地方你要自己去割 割它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是-2π到π 对吧 然后呢 再来呢 我想把它延拓到端点 这边也延拓到端点 则这两个就可以连在一起 否则这个地方没办法连 是它地增跟它地 地增 然后用的条件是因为F is continuous at-2π 这是它真正的定理 如果你告诉我 你写出-π到π 那不是它原来的定 原来的定理 只要在这一点 所以这个东西它会递增 所以这个函数呢 它会递增在那个-2π到-2π 这时候B了 然后同样道理 这个东西B了 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 所以会推得它整个合在一起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是先做延拓之后 再做合在一起 所以你不能省这一步 所以这个东西会在整个的-2π到π 是地增的 对吧 可是这不是你要正的 这个是你的中间转 中转站对吧 因为地增 所以它一定-1对-1 所以你一定要到结果是解数它是1-1对-1 然后你能不能跳这一步 你能不能跳这一步 不行 你是真的 这个步不会跳到这里 OK Anyway 你必须要中那个 好 这是1 所以1呢 是透过你-OK 跟你回忆的-幫你复习的定义 OK Anyway 再来呢 我想找 F-inverse的唯一 分 2分钟快 好 这个题目我觉得它要你思考的是 你到底要用刚刚的第一个表法 还是第二个表 表法 对吧 OK 你如果用第二个表法 那反函数要算 算出来 可是显然我们不想去算反 反函数 然后他没有告诉你怎么写 他没有要求你要怎么写 对吧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prefer OK 用第二个表法 这个F-inverse 也就是说你会把变数取成y 然后他就会等于1分之F' of F' of x 等我再讲什么 但是一般讲这个F' of x 不会有人真的写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自己想 在心里想 F' x 刚刚在上一个题目已经算 算过了对吧 是多少 是1加上sine x 那最后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讲一句话 这个y事实上是等于 你要去说这个y跟这个s的关 Cy事实上是等于F' of x 他是他过来的那个 过来的值 或者你这边写b 这边写a 这边你就要写b等于F' of a 还有呢 他这个反函数懂我在讲什么 因为他没有讲你的变数要用什么 对吧 所以在这个题目有个好处是你变数自取 但是你要说明一下你取的这个变数 就跟原来那个变数之间的关关系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不需要 你懂我在讲 如果你这个题目写的是x 那你这个地方要用的是F' of f' 这个英文 那你还要把F'给算 算出来再带到那个V V分里头 你就会发现哇 可是我你懂我在讲 那F'要到底是多少 有点讨厌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 那干脆我不要用x 我用y就或其他的变 变数 那我这边我一直用x 那我说明一下这两个之间的关关系 然后注意 这个地方是因为他没有给你取变数 如果这边写的是x 你别无选 你别无选择 OK 那这个题目是因为他不讲 所以一般讲就取决你怎么样写的 By the way 那个反函数是不是出处可为 不是的 他必须在那个他的 他x的微分上不为0 刚刚有一个地方的微分等于0 对吧 也就是使得你当初 为什么要分两段来讨论他大 那个地真的 为什么要分两段嘛 所以这个同时这个y要不等于多少 所以他不是所有的值 对吧 他不能等于 是f1 x y y 是f 你这边才写的 你这边才写的 OK 多少 x 他不能等于这个点 原因是f在負貫之π的微分取值為0 所以送過來得到那個y 他的斜率會變成是無限大 OK 所以他的微分會等於無限大 對吧 微分等於無限大叫做不可 不可為 切線雖然存在但叫不可為 這個值等於 你不能這樣留 因為f是給你的 所以這個值你要帶 進去算得負貫之π sine的負貫之π是0 OK 所以y不能等於那個負貫 也就是y在所有的值域裡 但是不能取負 不能取負二分之π 對嗎 我沒有算錯了吧 沒有 對啊 這個啊 帶進去啊 然後再來是我想找 既然這樣的話 f inverse微分理算出來了 所以我想找f inverse微分 再負一這一點 請 他要找一個點 x取值等於負一 是的 那找出來那個x再帶到這個公式裡頭 對 他的確就是要做這件事 好 然後呢 那個點多少 所以你要的是s減cosx等於負一 如果你找到一個就是那一個 因為這個函數是1 1 to 1 所以如果你能夠用觀察法找到 那就是那 就是那一個了 你如果真的要去解他 你反而解不出來 可是因為他的解只有1 一個是彎圖彎 所以如果觀察法能夠幫我得到 那那個解就是了 所以觀察法告訴我 s等於零 零 OK 所以你底下怎麼寫 那就講 因為 所以你事實上不是透過解他 對吧 你是透過觀察 所以你就把你觀察到 那件事情講出來 你觀察到 f of零等於負一 不然你就去把他解 解出來 可是因為你不是解 所以你的 那你的過程呢 你怎麼不能沒有過程 那你就把他用觀察法 講出你為什麼得到那個解釋 因為f0等於負一 所以意思也就是 你要找的那個點叫做零 所以f inverse 微分對吧 在1這個點的值 對吧 這時候你帶到這個式子 這邊取1 這邊取0 這邊取的是0 不是1 你那邊1這邊不會是1 如果兩個是一樣就完了 負1 負1 對對對負1 所以呢 這個東西就會等於 那個東西1加上 sin 也就是你帶入0 你把這邊取1 你把這邊帶0 所以注意這個東西是你帶進去 所以這個式子必須保留 這是我的過程 所以答案是1 這時候你就要寫1了 所以這個東西請你保留 這是我的式子 那個定理本身的內容 他會等於他倒數的那個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好 這邊的習題 253頁的29 34 35 37 40 44 然後這個定理這個 這是一般性的一個定 一個一個章節 底下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引用到特殊函數裡去 哪些函數他是會1 to 1 他的反函數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標準的 這個標準的那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對頭 我的習題給錯了 習題 3334 42 46 49 52跟53 所以底下我們要把這個定理上的理論 用到一些某些特殊的函數 好 那也就是下面講的7.2節 這個所謂的對數函數 logarism function 那在這個地方呢 這本書是分成兩部分 top1跟top2 top2是他講他的那個積分的部分 top1是他一般的理論架構 好 所以首先呢 什麼叫對數函數 事實上他是一連串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的發展有他的過程 所以首先我們定義這個函數 OK 姑且先寫成L 取這個對數 這個L 這個 他的第一個字母L 然後這個函數Lx呢 這個不是我最後的符號 所以我這個L 那是我 是我現在取出來的一個權宜 暫時的符號 我最後會把這個L改成對數 Anyway 那這個函數是什麼呢 事實上他講的就是一個面積函數 我的函數是t分之1dt 或者是直接把他寫成tdt也可以 這個東西跟t分之dt是 t分之1的dt是一樣的 所以取決於你想怎麼寫 好 t分之1dt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面積函數是從哪裡算起 我這個s大於0 那這個函數OK 目前為止 我們先把這個函數的 給他的名稱 這個符號L是我等一下會 會以那個修正過來的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is called the natural 自然對數函數 natural log reason function 好 那為什麼要研究這個函數 好 首先呢 注意這個函數 他的定義域在哪裡 他已經在他的定義裡告訴你 這個函數取值在 s大於0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面積函數 他積哪一個函數 積y等於s分之1那個函數 那為什麼你寫成t 這是因為那個變數被用了 所以當你說函數的時候 我們還是習慣把變數寫成 講成x 所以這個函數他事實上 他積的是 是他是對y等於s分之1這個函數 做積分 然後呢他不要定積分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怎麼積 所以我考慮的是他的面積函數 所以事實上 OK 這個是 這是y等於s分之1這個函數 那我考慮呢從哪裡積起 他說從1積起 然後呢你呢可以積到x 那x的定義範圍是從0到5 五限大 所以他事實上是從1積起的 如果s在這裡 那就是y等於s分之1 從1到x的定 定積分 定積分那就是這個函數 跟x軸所夾的廣義面積 那因為這個函數是大於0 所以他廣義面積就是面 面積 所以這一個值 這一塊面積呢 OK 事實上就等於這個函數 1g到x 從1g起 所以你看我這個下標寫 那這邊呢因為s被寫 所以s分之1就只好改成dt 這個函數就是所謂的lx 所以lx事實上是y等於s分之1 這個函數從1g到s的面積函數 然後你這邊的x呢 可以取取成所有正數 那我要研究這個函數 然後by the way t分之1是一個連續函數 對吧 t分之1在 s s分之1在s大於4連連續 所以他的面積函數根據 那個first fundamental theory of calculus 他必 必存在且可為 對吧 所以這個面積函數我存在 我知道他有可積 對吧 所以lx是存在對吧 同意 因為這個函數根本是可為 而且我們知道 只要你連續 去捨你的定積分一定會存 存在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存在 lx一定存在 只是我不知道這個函數 積起來多 多少 原因是如果你要把它積起來 那你要去找一個函數對吧 他的微分是多少 OK 你要積 你要積這個東西對吧 1s分之1 那你要找一個函數 他的微分是1s分之1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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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他的指數是1 對吧 他的指數是負 負1你加1的時候變0 0是常數 常數微分是0 所以就會發現我找不到他 某一個函數 他的微分是1s分之1 所以我事實上積 那second fundamental theorem 就不能用 所以事實上我知道這個積分存存在 但我卻積不出來 By the way 現在可積跟積不積的出來是兩回 兩回事了 我知道他可積 可是我未必能夠把他給真的算出來 所以這就是 那為什麼要討論這個 因為1t分之1是最簡單的 就是s指數裡頭唯一的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算的 可是我知道他可積 只是我算不出來 所以這個函數我們特別拿出來研究 所以我們把這個函數叫做Ls 所以Ls事實上就是1s分之1的記憶分 他的不定 他的定 他的面積函數 所以第一個 請問你L這個函數 他的定義欲在 0到5線納取值送到R取值為Lx 取值為從1到1t分之1dt的g 積分 就是這塊面積 然後我們這整個章節 就要研究這個函數 那他的性質是什麼 我知道他存在 只是我不知道他算出來是多少 可是的確有這個函數 OK 所以底下我們就來研究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名稱叫做自然對數函數 Nature of luxury function 這個名稱不會改變 L這個符號會改 但是這個函數的名稱不會改 好 我們這個上次考的還給你們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